首先的話 我剛剛提過就是 第一個就是要建立的時候 你必須用到一個所謂的Google API S的這個SDK 那這個SDK的話 你要 而且並且要對應到這個Google API S的模擬器 兩個之間要Match 才可以去執行到那個Google地圖 如果沒有Match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去執行出那個地圖出來 那還不只是這樣喔 你兩個Match之後 還要去申請一個所謂的地圖的Google API Key 因為如果你沒有去申請 沒有跟Google申請一個Google API Key的話 那個地圖也不能夠正確顯示 那為什麼要申請Google API Key 主要它要知道說 你現在電腦 它要知道說 你現在的電腦是誰在使用的 也就是說 你如果換一部電腦的話 你的Google API Key也要重新申請 所以這個地方是比較麻煩的 麻煩喔 因為它當然喔 它不是說 它是免費可以使用 可是是 還是需要做一個那個申請的動作 OK 那當然Google地圖的應用非常廣泛 除了純粹使用顯示地圖的位置之外 還有地標之外 它當然可以搭配不一樣的這個應用資訊 對於日常生活呢 甚至呢 什麼商務應用 都能夠發揮的 這個有所發揮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學習重點主要幾個方向 比如說第一個 這個Google地圖的應用準備工作 準備工作 那光準備工作就要蠻多的這個地方 細節 逐一來跟各位做說明 那另外各位也可以配合 我部落格上面所提到的這幾個動作 其實你只要照這幾個動作呢 分別把它完成 你就可以看到地圖了 不過看到地圖呢 似乎還有一點點遙遠 不過我們足以來看 首先的話呢 這個怎麼樣可以去申請那個Google API的地圖之前 你要了解 安裝那個Google的APIS 那這個APIS的SDK呢 首先各位稍微檢查一下 請各位呢 開啟這個Eclipse之後 看一下你的那個環境裡面 視窗裡面的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Android裡面呢 是否有這個Google API 那特別注意 如果有的話呢 那將來你在建立專案的時候呢 一定要選擇這個Google API 你的地圖呢 才能夠正常的work 否則的話呢 你的地圖是出不來的 OK 那版本的部分呢 用哪一個版本比較好呢 你會發現喔 其實Google API S呢 它後面也會接著一個版本 也會接著一個 比如說 哪一個版本呢 API的版本的Lumber 它這個版本到哪一個版本 那我比較建議就是說呢 你們用2.33的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用4.0以後的版本 目前我是覺得還是有一些問題 建議是用2.33的這個Google API S的版本 那你會發現喔 只要有一個Android的版本 它就會對應到一個Google API S的版本 那這兩個之間有什麼差別 特別注意喔 也其實呢 Google API S的版本呢 只是說呢 它擁有上面這個版本所有的一切功能 然後呢 又多了什麼 多了API